微信至少有七八十个群 各种乱七八糟的吃喝玩乐群 购物群 美妆群 海桃群 还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参加过的剧组保留的联系群 还有同学群 摄友群 狐朋狗友群 家族群 好友人数上千人 从上到下滑了十几次屏幕 愣是没翻完未读信息的界面 满屏的小红点 我叹为观止 再打开朋友圈 原主应该非常喜欢分享自己的心情 也喜欢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每天都能发十几条 这个美甲好漂亮 图片图片图片 椰子 菠萝蜜 凤梨 这里就是水果的天堂 本小姐的减肥大叶要泡汤了 吹爆X奶茶 好好喝 可惜我要减肥 图片图片 心永依 好喜欢 显得本小姐很白 图片图片图片 哇 白木穿好好看 腹肌摸上去 一定手感很好 图片 我点开大图 看着屏幕上穿着泳裤的白木穿 然后看着屏幕上白瘦跟面条一样 肩不能单手 不能提一副肾虚面容的男子 陷入了迷茫 园主小妹妹 为了这个身上没有二两肌肉的面条若鸡男 从北方飞到海市 溺水身亡 居然还没追上他 正迷惑不解呢 程百胜买完东西回来了 他把手中的零食放到妹妹的床头柜 无意中瞥见妹妹的手机屏幕 一张白木穿放大的脸 程百胜忽然震怒 都TM失忆了 还不忘欣赏白木穿 妈的 看来是真爱啊 程百胜立刻像吃了苍蝇一样 他心里默念 妹妹失忆了 落水了 受惊了 不能骂不能骂 不能骂阿弥陀佛 滚到一边自闭去了 我打开手机前置摄像头 看了看屏幕中的脸 虽然憔悴苍白 但圆主有句话说的没错 这么漂亮的一张脸 不让全世界都欣赏 的确是有些暴殿天物了 程百胜好不容易做好了心理建设 又走过来 看到妹妹正在用前置摄像头 欣赏自己的旷世美颜 于是又缩回去了 我飞快将手机里所有的照片 微信 短信 联系人 等基本信息粗略浏览了一遍 手机第三次提示电量不足 他放下手机 捏了捏鼻梁 程百胜这才走过来 手机给我吧 我给你充电 也先会眼睛吧 看了好久 我点头将手机递过去 程百胜插好手机电源线 忍了半天 还是没忍住开口 妹 我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 眼神询问 我就直说了啊 我就不明白了 白木穿那种细皮嫩肉的小白脸 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喜欢的啊 你从小接触的帅哥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一脸纵欲过度的肾虚脸 怎么就非要喜欢这个白木穿呢 程百胜连珠炮式的 霹里啪啦一顿输出 我错愕地看着他 最后他鸣嘴一笑 大哥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而且 我刚刚翻看了一下白木穿的照片 发现他长得真挺一般的 我已经决定 不再追求他了 程百胜惊喜万分啊 真的吗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跟你经纪人说一下 咱别去参加那个绝境求生了好不好 我挑眉 绝境求生是什么 就是一款荒野求生类的综艺节目啊 嗨 当初你听说白木穿要参加 于是要死要活 非要去的节目 现在你既然不喜欢他 也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吧 虽然节目组已经在微博官宣了 不过 临时退出节目也是圈里常见的情况 我拿出手机 打开微博 搜索绝境求生 绝境求生节目组 2023年野外求生互动体验真人秀 绝境求生爱特林许南监制 将于9月16日晚20点准时登录抖音 快手 斗鱼三大网络直播平台 锁定绝境求生 大家快来一起跟七位嘉宾爱特白木穿 艾特成名 艾特老班纠闯世界 艾特流战 慢慢来 艾特强悍体能训练中心教练吕登峰 艾特招招退役女运动员杨招 排名按照姓名首字母顺序 以及一位重磅神秘嘉宾 共同体验精险刺激的野外求生吧 图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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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微博放上来了已经官宣的六名嘉宾的宣传照 最后一张图片则是一个黑色阴影脸上打着问号的神秘嘉宾 六个人穿着白银休闲运动赞助商提供的休闲户外服 前胸是每个人的名字 后面是各大赞助商的LOGO 五个人的队服颜色不一样 退役女运动员杨招是草绿色 跑酷刘战是淡棕色 健身教练吕登峰是天蓝色迷彩 老班纠是水泥灰色 我是一身黑 白木川一身亮橙色 我看了看一身黑的自己 对自己替穿越的这具肉体的容貌很满意 欣赏了一会儿自己后 我点开下面评论 白木川古装第一美男子不接受反驳 希望节目组可以好好关爱我木川哥哥 天天骂成林骂累了 以后把骂他的话刻在他的墓碑上吧 听说骂成林可以点赞过万 知道为什么成林总碍眼反派吗 因为他是本色出演 小到消息 保真 我参加这个节目 是因为他脚踏两条金主船被发现了被逼参加的 评论2038条 只有1950条骂成林的 剩下那80多个是键盘不好使吗 期待刘战哥哥在节目中的表现 哥哥 哥哥 你最帅 盲测一下 冠军飞老班纠莫属 老班纠曾经独自横冠威地马拉 带着几个硬币去印度生活了三个月 大哥币 亚马逊雨林 他独自求生过的险境太多了 成林也很不容易的 他这么可爱 这么努力 难道就不能参加综艺节目吗 本条五毛 楼上的 刷好屏在哪里接活 虽然讨厌成林 但我想赚钱 成林是来干嘛的 节目组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期待成林在节目组中的表现 大漠相飞中的成林美翻了 求问 成林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 这么能装 若若问一句 没有人关心那位没有露面的重磅什么嘉宾是什么人吗 微博一大波话题热度飙升 恶之花成林官宣加入绝境求生节目组 绝境求生 全国首款野外求生节目 致敬备演 在线观看成林被血虐 史上最好看的户外运动女神 不接受反驳 我定装照 恶评如潮 我一个18线小明星 评论热度居然远远超过了准三线的白木川 也是很迷 其中夹杂着几个 一看就是工作室买的好评热搜 假的不行 成百胜看着我面无表情的看着微博成群的谩骂 心里有些胶着 他在一边打哈哈 网友都是这样了 别往心里去 他们是酸葡萄心态 肯定非常嫉妒你的美貌 好评和热搜 是爸爸和大哥买的吧 没少花钱吧 我放下手机 呃 没花多少钱 成百胜立刻捂住自己的嘴 我总算知道 评论里说他棒金主的消息是怎么来的了 一个18线胡咖 要演技没演技 要背景没背景 却总能有好资源 就凭网友们丰富的想象力 估计早就给他编排了无数个金主了 那你要不要退出 成百胜问 我勾起一侧嘴角 眼中的调皮一闪而过 当然不退出 还有 请大哥以后不用帮忙刷好评了 我会凭实力扭转大家对我的看法的 成百胜抱拳 谁都不服 就服妹妹迷之自信 希望上了节目被打脸后 回家别哭鼻子 什么 成林失忆了 西曼瞪圆了眼睛 对面的女孩点头 她叫穆英迪 是个官二代 因为祖辈有军人 所以她虽然此刻坐姿散漫 但依旧有种干练的气度 压装的吧 怕咱们找她麻烦 西曼放下手里的香烟 皱着眉问 穆英迪摇摇头 不知道 依照成林喳喳呼呼的性格 应该不会装失忆 你 难道想放过她 西曼问 我想先试探试探她 毕竟也是个小富二代 还是个颇有名气的明星 我很难处理干净 穆英迪摸出一根烟 西曼立刻凑过去 用打火机点燃 穆英迪吸了口烟 慢慢将烟圈吐出去 我爸明年是关键时期 我不想惹麻烦 穆英迪说着 隔着烟雾斜看了一眼西曼 西曼没说话 桌子下攥紧了拳头 还有 江启云马上也回国了 你若碰上她 注意点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另外 最近别来找我 你要有什么事 跟我司机说 他会转告我的 西曼脸瞬间沉了一下 很快恢复常态 笑着说 闲着没事我找你干嘛 两人没再说话 穆英迪靠在沙发上 吸完手中的烟 然后将烟按吸在烟灰缸里 他扬了扬手 水手站立在身后的黑衣保镖 立刻上前递过他的鳄鱼皮包 穆英迪从里面摸出一张银行卡 放在西曼面前的桌子上 卡的密码是六个零 这段时间你也收收心 调养下 尽量不要出现在公共场合 半年后再拍戏吧 说完 穆英迪从凳子上站起来 事后在他身后的两个黑衣保镖 立刻拎跟上 西曼神情凶狠 看着穆英迪的背影 谁知穆英迪走到门口 猝不及防回头 西曼没来急地收拾好脸上的表情 就听见穆英迪没什么语气地说 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身份 不要惹麻烦 成林那边 你也该去看看 毕竟他是在你的别墅出的事 直到穆英迪的车离开庄园 西曼才从凳子上站起来 他猛地抄起桌子上的水晶烟灰缸 用力砸向了大理石地面 又一仰手 将桌子上的茶壶茶杯 全都甩到地上 操 仗着家里背景 就他妈的狂的眼睛长后脑勺 江启云要回来了 就知道半乖了 你是把江启云当傻子吗 你俩要真有戏 至于青梅竹马这么多年 一点发展没有吗 穆英迪坐在车子后排 看了一眼航班信息 保镖开口问 西曼那边真的不用管他吗 不管他 他若不老实 就封杀他 穆英迪慢慢靠到座椅上 手指捏着手机在半空旋转 倒是那个成林 让人盯紧点 看看他是真失忆了 还是假失忆了 别让他给我添麻烦 是 真的不去接江二少爷吗 保镖问 不了 穆英迪笑了笑 来日方长 他刚回来 就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 封城国际机场 两个机场工作人员 拿着绝境求生的大海报 往墙上贴 一边贴一边说 别说 成林还真是好看 好看什么呀 另一个工作人员说 都是化妆化的 再加上现在的PS技术 就算是头母猪 也能变成大美女 不过 这个成林也是个妙人物 出道这么久 大把大把的资源往他身上砸 愣是没捧红 没办法 矫情做作的要命 演戏还不如我们楼下幼儿园小孩们过家家呢 而且看见帅哥就往上扑 嘖 最近不死命追求白目穿蟒 两个人聊天 并没有注意到 从飞机通道走出一行人 走在最前面的男人身高其长 略长的黑色短发 戴着墨镜 黑色口罩 将面容遮得严严实实的 从他一身质地裁剪良好的休闲装能看出来 这人非富极贵 在这个高个子男人身后 还有七八个保镖助理模样的人 拎着行李箱 大大小小的包裹 男人迈开大长腿 静止朝停车场走去 目不斜视地经过正在贴绝境求生海报的两个工作人员 走出五六步后 男人忽然顿住了 身后的一排人跟着停下脚步 同时警惕地四处张望 男人转过身 走到那几张海报前 目不转睛看着墙上的宣传海报 绑着马尾的我笑的阳光灿烂 然后又看了看旁边海报上 白目穿那肾虚发白的脸 两个工作人员贴完了 另一个后退几步 想看看贴得平不平 这一后退 撞到一人身上 对不起 工作人员赶紧道歉 回头一看 愣了一下 哇 这个人长得好高 气质很好 男人盯着我的脸 淡淡开口 没关系 这个声音 工作人员一愣 就像是浓烈的威士忌加了冰块 就像是秋天的风掠过竹林 就像是深海孤独岛屿海浪拍打岩石 怎么听怎么像影帝歌王的江启云的声音 江启云的名字 在华国恐怕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少年出道 扮演少年帝王电视剧《一炮走红》 主题歌也是他自己创作自己唱 同样成为大街小巷筷制人口的歌曲 接着便是一张接一张的唱片 电视剧 电影 国内外的影视和歌曲大奖拿到手软 就在半年前 年仅27岁的影帝忽然宣布吸影 去外国进修 归期未定 不可能是江影帝吧 旁边一个助理Mike上前一步 低声询问 江哥 两个工作人员瞪圆了眼睛 那男人嗓音低沉再次开口 没事 语气不怎么爽 真的是江启云 一个工作人员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起来 差点放声尖叫 只见江启云把墨镜往下拉了拉 冲着即将尖叫的工作人员 把竖着食指放在嘴边 做了个虚的动作 让人知道江启云在机场 估计机场秩序瞬间就瘫痪了 两个工作人员立刻同时用力捂住嘴 会议的点头如捣算 江启云侧了侧脸 T 助理会议 立刻从包里摸出两个江启云的周边 以及两张签了名的CD 递到两个工作人员手上 随后 江启云摆了摆手 带着他那一大群保镖助理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机场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 两个工作人员才压抑着声音 小声尖叫江影帝 天啊 我居然遇到了江影帝 江影帝回来了 坐到家常黑色轿车后排 江启云口罩都没来及得摘 就对Mike说 绝境求生 怎么找了两个门外汉 我说了 我要保证节目的真实性 Mike张了张嘴 江启云略有些烦躁地扯下口罩 我自己问吧 说完 他掏出手机 翻找通讯录里的傅一斌 按了下去 对方秒接 傅一斌谄媚笑着 哇 江老大 您这是刚下飞机吧 有什么指示 江启云莫什么口气地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提前官宣 我要参加你投资那个绝境求生吗 傅一斌愣了一下 试探着说 不就是为了节目效果吗 江启云冷酷地说 不是 是为了万一你不靠谱 我可以随时抽身节目组换人 傅一斌 老大 没必要这么算计我这个渣渣吧 我说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综艺节目 若不是看在你马上就要流落街头的份上 我不会接 我参加是有条件的 节目要真实 不能有剧本 不能找门外汉 你给我塞两个弱鸡明星 算怎么回事 踢走 你是说白木川和成林 傅一斌语气有些为难 他俩我真没办法踢出去 哦 江启云说 那我退出 别别别啊 老大 爸爸 爷爷 祖宗挨我就等着这个节目救命呢 傅一斌机的那边都快哭了 本话我都放出去了 我爸说了 这个节目如果不报 星耀集团就给那个狗砸肿操的傅一海了 江启云莫说话 傅一斌咬牙切齿 白木川是傅一海塞进来的 他威胁我说 如果我不让白木川参加 他就给我下半子 我折腾不起啊 至于成林 他的后台给我开了一个 我无法拒绝的条件 江启云扬起眉毛 什么 1500万资金 江启云直接挂了电话 傅一斌打过来 江启云挂掉 再打过来 再挂掉 最后 傅一斌把手机打到了经纪人Mike手机上 Mike看了一眼江启云 江启云点头 哎哎哎 麦克尔啊 江哥在你身边吧 开工放 拜托了 麦克尔能把英文名叫得如此接地气 Mike无奈看着江哥 江启云示意接通 Mike接通后开了外放 还没来记得开口 就听见对面傅一斌连猪炮般解释 大哥 我现在的钱都投出去了 导演 制作人 厂务 排成人员 窜出安部 美术组 声音组 音乐组 广告宣传组 处处用到钱啊 大哥 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你是知道我的 傲骨争争的我 要不是被逼急了 怎么可能为五斗米蛇腰 你不会找我要吗 江启云终于开口了 傅一斌听出他语气里的松动 立刻打出感情牌 大哥 您都答应参加我这个小破节目组了 我哪还敢跟您伸手要钱啊 那圈哥们 我都拉了一波赞助费了 钱都花在节目的保证性和安全性上了 保证节目效果杠杠的 江启云叹口气 那我信你一次 不过 那两个演员 还是要敲打敲打 认真参加节目 别到时候上了节目 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 傅一斌一连串答应 爱爱爱 放心放心 我一定会吩咐导演他们的 挂了电话 江启云按了爱眉心 他朋友不多 负一斌算一个 要不然 他也不会帮忙了 Mike 帮我从基金里取出2000万 我要用 另外 帮我把这个节目参加的嘉宾成员信息整理一下 尽快给我 江启云响起机场那两个沾海报工作人员的话 皱着眉补充了一句 尤其是那个叫成林的女明星 Mike说 江哥 资料我会尽快准备齐的 只是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 如果您一定要参加这个综艺节目 请您务必远离成林 怎么讲 那就是个娱乐圈的独流 女星中的渣渣战斗机 见色眼开 没有脑子 没有演技 没有口碑 没有路人员 她能活到现在纯属运气好 没有遇到暴脾气的 江影帝邪宁一笑 成林 还制不了一个丫头片子 我会让她清楚地知道 江启云 是多么冷酷无情的一个人 转院手续很顺利完成 毕竟成父也是拥有超能力的人 包的私人飞机很快就降落 管家带了两个司机 一辆家常商务车 一辆家用轿车 成母身体弱 先坐家用轿车回家 而成父成大哥和我 跟着管家上了商务车 直奔医院 全国顶级的脑科专家级医生 认真为我做检查 从抽血化验 到脑部CT 光检查项目就十几个 可一套检查做完 并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 老医生推了推眼镜 对诊室里的成父说 他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目前看还是多观察 不用药物干预 顺其自然 成父点点头 医生说 另外 不要太过小心翼翼 让病人神经紧张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让他慢慢熟悉环境 定期回来检查 另外 病人有任何异常举动 也要来检查 出了诊室 成大哥和管家迎上来 我坐在长凳上没动 成百胜用眼神询问 成父摇头 查不出什么特殊的 医生说 可能是因为意外溺水受经过度导致的记忆错乱 也许过段时间就能自行恢复 就让咱们平时多注意观察他 出现异常及时就医 也不要太过刺激他 关注他 只有我明白 他的记忆 是不可能恢复的 等车子停下 我从车上走下来 站在五层的联动前后双排别墅前 他忍不住吹了个口哨 自己低估了成家的有钱程度 前有花园凉亭 后有游泳池 篮球场 寸土寸金的封城 能拥有这么一块地 足以证明成家的家底殷实 偌大的别墅里 下人们来来回回忙碌 却井然有序 成家应该事先叮嘱过 庸人 保姆 园丁 保洁们都没有对充满好奇 四处打量的我过多关注 他们中规中矩对成家人问好后 各忙各的 我敏锐地从他们眼中 感受到好奇和打探 别墅的大门打开 从里面奔跑出一个短发窈窕高个子的女孩 嘴里连声喊 姐 我任由这个少女扑到自己怀里 你没事吧姐 成小妹带着哭腔喊 我略有些生硬 抬手揉了揉成棉糊的头发 嗯 我没事 这不已经回来了吗 语气虽然生硬但很温柔 成小妹吃惊地看着我 小声问 你真的失忆了 换做以前 姐姐肯定会一把推开自己的 我叹气 点头 太神奇了 就像拍电视剧一样 成小妹抱着我的胳膊 一边往屋里走 一边叽叽喳喳询问 听说你掉海里了 怎么回事 牧川哥哥没有救你吗 难道说 就是他英雄救美 那你会不会得偿所愿 哇 我以前经常跟队友们勾肩搭背 这种被人挽住胳膊的方式 还是第一次 我忍着这种从未有过的亲密举动 产生的不适 口气平淡 不是 跟他没有关系 成父成母依偎着靠在一起 看着我后背僵硬 同手同脚走进大门 成母垂泪欣慰地说 灵儿失忆了也好 咱们多久没看到他们姐俩这么亲密了 哎 看得我都要哭了 成父搂着妻子的肩膀 嘖 你哭就哭吧 非要用我的衣服蹭鼻涕 好几万块一件的衣服呢 成百胜指挥着管家般行李 帮助和庸人布置菜 不多时 一家人围坐桌边热闹吃饭 饭菜质量非常高 比一般高档西图兰亚餐厅的水平都要好 我舟车颠簸 又空腹抽了一大堆血 做了一大堆检查 这会儿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饭菜又颇合胃口 他便埋头吃饭 菜吃了一轮 成父擦了擦嘴 看我喝了一口果汁 问 我听你哥跟我说 你不想追求白木川了 是真的吗 我放下果汁杯子 是 我不喜欢他了 成母一脸惊讶啊 你不喜欢小白了 那你该喜欢谁了 成小妹也凑热闹 是啊是啊 姐 这次你追谁啊 我无语了 不是 云主就那么缺爱吗 非得追求一个男人吗 则 成小妹是行动派 立刻掏出手机 点开微博明星 选好筛选条件 从上到下指给我看 他怎么样 桃花眼 笑起来很像柴犬 哎哎 对 大飞 他可是心静的奶油 替小生 成小妹喋喋不休 我感觉自己要不赶紧选一个 他能说到明天天亮 我瞥了一眼 手机里一排排男明星明艳的 滤镜过后的脸 不过 倒有一个没有修图过度的男明星 穿着简单黑T恤 看着挺阳光挺精神的 我抬手随便一指 这个吧 一家人瞪圆了眼睛 我 自己哪里踩雷了吗 这个不是长得很英俊吗 难道他有什么可怕的黑料 成母 你不是说江启云长得老气横秋 跟上世纪的古董一样无趣吗 成棉胡 你还发了好几个微博 对那些把白木川和江启云放在一起比较的文章 说什么就算江启云跪着求你 你都不会跟他谈恋爱的吗 成百胜 你不是说他一身肌肉看上去很恶心吗 成父 点头赞同 我 我现在失忆了 欣赏男人的角度就不能顺便失个亿吗 我吐口气 能 可以 双手赞成 我也喜欢江启云 以前你讨厌他 我可不敢说 成棉胡微笑 他又帅又有演技声音还好听 而且从来没有任何绯闻丑闻 简直模范男人 我还能说什么 继续吃饭吧 成母感觉花痴女儿总算眼力好了一次 倍感欣慰 追男人的事 先不着急呢 这几天 你好好在家休息 过几天我跟你三姨 去青云寺烧烧香 保佑你赶紧恢复记忆 成父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响了一声 成父拿起来看了眼 对儿子说 小胜 咱们公司对外宣传模块的境外势力网络攻击 防御的怎么样了 当初我出事的时候 成父成兄正在公司处理境外网络攻击事件 人命关天 俩人就放下工作飞往海市 但少了成百胜的支持 攻击事件的影响挺大的 成百胜是替大毕业的计算机高材生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公司的管理层 但公司技术部的头头还是成百胜兼任 此次的境外网络攻击非常强悍 情况很严峻 他们公司的网页不定时就瘫痪 时不时还会变出满屏黄色图片 APP也会出现登陆不上去的情况 好容易干掉一波攻击 下一波攻击接踵而至 一波接着一波 他们现有的安全防御系统存在漏洞 一时半会很难从底层逻辑进行改进 说起这件事 成百胜瞬间没了食欲 他放下筷子 皱着没说 这次他们很疯狂 处理起来很麻烦 估计还得十天半个月才能恢复 成父按了一声 一会儿我把吴公 刘公他们几个叫到家里来 我们去机房那边加班 成百胜说着就掏出电话 成家别墅有一个非常棒的计算机房 因为成家生意跟紧时代潮流 知道信息时代抓住网络用户 才能立足脚跟 成百胜发完消息 侧着头跟父亲讨论起来 而一边的我竖起耳朵 专心听着 举着筷子半天没动 小林 成母注意到女儿的异样 怎么不吃了 我回过神放下筷子 拿起餐巾擦了擦嘴 我吃饱了 吃这么少 成母下意识说 接着她看了一眼 我眼前空空如也的几个大盘子 给我切的牛排 龙虾 糖醋小排 拾紧蔬菜沙拉 一大堆全吃干净了 成母有些吃惊的改口 也不少哈 看来恢复得不错 我笑笑 看了一眼皱着没讨论的成父和成大哥 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什么都没说 放下餐具 推开餐椅站起来 我先回房间了 姐 你等等 成小妹放下刀叉 捞起餐巾随便在嘴上一抹 跟着站起来 你记得你的房间在哪吗 不记得 走 我带你去 成小妹好久没见过这么温和 不 也不能说温和吧 她看了一眼我的没有表情的脸 虽然看着冷漠 但也没有拒绝自己 两人爬到顶层 姐 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成小妹在门口停下脚步 一脸期待小心翼翼看着我 我看她怎么不进去 那个 你平时不让我进你屋 成小妹小声说 想进来就进吧 真的可以吗 你不会生气吗 成小妹嘴上这么说着 身体却诚实地快速开门走进去 她好久没进姐姐的房间了 都感觉很陌生了 成小妹打量半天 却没听到姐姐的脚步声 成小妹扭头看站在门口 一脸震撼的微微张嘴的我 姐 怎么了 这是我的房间 是呀 成小妹点头 说实话 我不是很想踏进去 房间很大 少说两百平 布置的风格 非常弱智的公主风 铺天盖地的毛茸茸地毯 靠背 拖鞋 挫满碎钻的梳妆镜 帷幕蕾丝床尾 星星点缀的纱窗 对于小学女生来说 应该是很完美的房间 问题是我不是小学生了 特工我曾经的卧室非常简洁 一台高速计算机 一张床 一个衣柜 计算机可以一键损毁硬盘 床上没有任何 可以暴露个人身份的东西 简洁的不能再简洁 而不是现在这种 充满了少女的生活气息 我站在门口 不知道该如何下脚 最后 她在心里道歉 抱歉啊 毕竟我要睡的地方 这个品位 我真的睡不着睡着 也会做噩梦 为了你我共同的生活体验 我就要更改一下风格了 希望你能见谅啊 她开始动手清理 成小妹虽然不解 但还是一起动手帮忙 还喊来了管家庸人 动静很大 除了去忙工作的成大哥 最后连成父成母都跟着上来了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将那些少女公主 寄的东西都收拾出去 我那口气才算土干净 还有什么缺的 你跟管家张叔说 他明天帮你去置办 成父擦了擦额上的汗说 我点头 他也不打算收着了 直接了当开口 量子机的台式计算机三台 再来几个可以联屏的电脑屏幕 再来个顶配的笔记本 对了 我还要一根专门可以隐藏IT的高速网线 还有 我要一套健身器材 可拆卸哑铃 要那种高密度重量机的哑铃 还有一套仿真模拟设计游戏装备 健身服多来几套 跑鞋要轻科技的 嗯 暂时就这么多 对了 能不能给我来一把手赶好一点的匕首 他每说出一个词语 屋里的人嘴就张大一点 到最后 一屋子的人嘴巴都可以塞下一个额蛋了 管家用眼神询问成父 老爷大小姐真的失忆了 成父 是啊是啊 性情大变 爱好也变了 还是多多满足他的要求吧 管家 按问老爷你放心 凌晨四点 成家别墅 机房 成百胜和城市集团技术部 五位大牛哈欠连天 刘公喝下杯子里最后一口黑咖啡 也抵挡不住双眼皮黏在一起 他站起来 揉了揉酸胀的腰 不行了不行了 我去洗把脸 成百胜也受不住了 他昨晚在医院陪我就没睡 今晚又熬夜写代码 脑子跟降户没什么区别 刘公算是他们这些程序员里 经历比较旺盛的 此刻都撑不住了 现在继续工作也没什么效率 刘公 等等 别洗脸了 成百胜敲完最后一行代码回车 从凳子上站起来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熬下去也弄不出什么了 大家熬了一宿了 等我让我们新来的大厨 给大家简单弄点吃的 再派司机送大家回家 等各位休息好了 咱们接着再战 辛苦各位了 几个技术大牛松口气 赶紧摆手说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成百胜走出机房 机房在联动别墅的后排 大厨住在前排 他一边抛出手机 一边往前走 忽然听到跑步声 成百胜扭头一看 张大了嘴巴 是我 穿着一身运动服 脚灯跑鞋 妹妹居然凌晨四点在跑步 我看了一眼 他刚刚走出来的房间 用运动毛巾擦了擦额上的汗 大哥你这是刚工作完吗 是啊 成百胜神情恍惚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加班家的出现了幻觉 你跑步呢 嗯 是啊 不是要为上节目做准备吗 我说着 又看了一眼机房的方向 大哥你刚加完班吗 怎么 昨天那个什么网络攻击导致的系统崩溃 还没恢复吗 你们还要继续吗 成百胜有点受宠若惊 妹妹居然还会关心自己的工作 他点点头 嗯 你别操心了 我让厨房那边做点的 就各自回家休息了 成百胜神情疲惫 能看出在墙打着精神 行了 你去跑步吧 注意别太累啊 我点点头 第八圈的时候 他注意到成百胜送五个脚步虚幅的人到大门 第十圈的时候 他看到成百胜房间的灯亮了 又灭了 第十一圈 我来到替了机房外 停下了脚步 用运动毛巾擦了擦汗 机房此刻几台电脑还在运行着 我隔着门 能听见电脑主机运转发出的嗡嗡声 他不慌不忙在门口做了几组拉伸运动 随后从自己运动服领子上取下一枚区别针 手指灵活地掰动了几下 随后将弯曲成特殊勾形状的区别针 插进锁孔 拨动了几下 门锁发出卡大一声响 我拉开门 走了进去 成百胜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 等他被手机铃声吵醒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刚刚和上演 变化是公司技术部打来的 他瞬间清醒了一半 喂 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成百胜沉声问 等他听完技术部总监的汇报 他掐了自己一把 他肯定是还没睡醒 什么 公司安全防御系统自动完成升级 并嵌套了AI底层逻辑语言 可以根据对方的攻击 自动升级编写代码进行防御和反攻 什么 公司一直存在的几个小BUG 谁都不敢轻易更改 生怕会让原本正常运行的程序崩溃 已经成功修改完成了 什么 公司APP运行速度提升为原来的死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技术总监说 我们追踪了一下 发现此次安全升级的IP地址来自于您住宅的机房 所以说 昨晚他们几个人在神情恍惚 精神恍惚时 灵感爆发计算机神附体了 太棒了 我 成百胜 被从小誉为计算机界的新星 可不是图有虚名的 另外 有几件事想跟您汇报一下 这次升级后 程序报错表中 我们发现了几处不寻常的踪迹 成百胜瞬间清醒 你的意思是 内奸 技术总监点头 是 此次攻击事件之所以来势汹汹 应该就是内部有人将我们的防御系统泄露出去的 等我半小时 我去公司面谈 帮老哥修补好程序漏洞 我试了服医去 深藏公羽名 回屋洗澡了 一边洗澡 一边呲牙咧嘴 他真的好久没有感受到肌肉如此酸痛的感觉了 没办法 这具肉体太脆弱了 不过是短短6公里 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洗完澡 我站在浴室落地镜前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用我挑剔的眼光看 这具躯壳也是相当好看的 就是瘦了点 该长肉的地方却神奇的很丰满 这种相貌 若不进娱乐圈 还真是损失 我打开衣柜啊 他叹口气 在一大堆看不懂的后现代服装的机脚嘎拉 翻出了一套休闲户外服 有点眼熟 是原主穿着去拍绝境求生宣传照片的那套衣服 我忍着全身拧着绳子一样的酸爽 穿好衣服 绝境求生说实话 他还真是挺感兴趣的 想当年 我为了完成任务 曾经独自一个人 在亚马逊原始雨林生存了一个半月 被毒虫咬 被蟒蛇缠绕 被猛兽偷袭掉进泥沼 被土著追杀 他都能全身而退 一个小小的综艺节目 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而且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甚至还有些降维打击的小期待 节目还有一个月开拍 他要在节目开拍前 让自己变强一点 腿部肌肉加深练习 肩部肌肉 背部力量 手臂力量 身上每一寸肌肉 每一个关节 都要好好锻炼 为了他的增鸡大业 他特意去了厨房 嘱咐了厨师要做增鸡餐 成父一大早去了公司 只有成小妹和成母陪着我吃早饭 两颗鸡蛋 半斤牛肉 一大杯全汁牛奶 鸡胸肉沙拉一大盆 我把这些东西填进肚子 一抬头看到饭桌上 成小妹和成母目瞪口呆 小玲 你最近怎么这么能吃 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医生怎么说 成母既欣慰又担心 对啊 姐 你不怕长肉吗 成棉胡说 以前你一天都吃不了这么多东西吧 去看过医生了 医生说正常 我这么吃肯定会长肉 但是长得大多会是肌肉 没关系 我解释 我这马上要去参加求生节目吗 身体练得结实一点总没坏处 看女儿这么拼 成母还是有些担心的 要不你退了算了 换个别的 就之前你喜欢的那个小说剧本 咱们可以出资 燃你当女主角 参加这种危险的节目干嘛呀 你都不喜欢小白了 我喝了一大口牛奶 我是自己对这个节目感兴趣 节目组肯定怕嘉宾受伤 做足了准备呀 再说了 节目组的预告都发出去了 我在退出不合适 我的粉丝也会伤心 成母心说 你有个屁的粉丝 这话也就心里想想 任医生说了 小林失忆了 不能受刺激 于是成母误了一声 转而将话题转移到二女儿身上 快点吃 别光顾着聊 上学该迟到了 成小妹咽下嘴里的食物 可怜巴巴望着姐姐 姐 那你今晚会在家吗 晚上回来 能陪我玩会儿游戏吗 我点头 成小妹这才欢天喜地放下刀叉 拎起书包 在成母一连串的擦擦嘴擦擦手 爱幽胃脏死了的喊声中 上了司机的车去了学校 女儿回来的成母对我解释 你妹妹这些年因为你冷淡她 可伤心了 其实她最黏你了 之前还因为有人说你的演技差 把人揍了一顿 她也快高考了 你就多 多陪陪她 包容包容她吧 我看着车窗成小妹的脑袋 一直望着自己 朝自己挥手 心里软得不行 我知道 我不会烦的 等我擦完手 事后在一边的管家上前 说我昨天要求的东西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问方不方便现在进屋安装 我点头 带着管家 和一众帮手 回到自己屋大改造 一番折腾后 总算是把房间布置好了 原本娇滴滴的大小姐的房间 立马改头换面 化妆桌换成了宽大的办公桌 桌面按照我的要求 放着几个宽屏 去面屏显示器 每台显示器 都连着运算速度非常优越的巨大主机 靠窗的墙角 放着划船机 不同规格的哑铃 跑步机 还有推力拉力的器械 床品换成了浅他色 床头柜上摆放着pad 笔记本电脑 唯一算得上装饰物的 就是像牙白墙上的一副抽象画 这是我在别墅的走廊过道上看见的 是一个他很喜欢的 法国小众抽象派画家画的真品 送走管家他们 关好门 我坐到电脑前 打开运算速度最卓越的一台电脑 开机后 他给马里娴熟的给自己电脑增加防护照 隐藏IP 一场网络访问 反向追踪IP 隐私防御三次销毁等命令 就像是一个上战场前的战士 检查自己的武器和铠甲一样 认真严肃 布置好一切 检查无余 我吸口气 对着电脑自言自语 那么开始吧